台灣總統蔡英文回見到訪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並將象徵最高榮譽的特種大壽警星勳章 授予前特朗普政府這位最高級別的外交官 一日前他在總統府同一大廳回見了美國總統拜登 排現的前美軍最高指揮官穆克·穆倫率領的代表團 並感謝拜登政府以實際行動履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蔡英文週四在表揚和感謝蓬佩奧時說 最近不僅長期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召喚蓬佩奧前國務卿不僅長期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更加任內為台美關係帶來了很多突破 包括解除對台交往限制 對台軍受上態化 和提升台美高層互訪的級別 蓬佩奧說我們現在只要看看歐洲發生的事情 就可以知道自由不應該當作理所當然 這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持續的 深刻的而且是一起合作的領導力來維持 蓬佩奧星期三抵達台灣 開始在那裡的四日訪問 除了會見台灣總統等高級的官員之外 他還計劃與當地商界、學術界和民間人事互動